老公 老公 我回来了 西瓜给你准备好了啊 你先吃着 好嘞 西瓜馅给他留一把 老公 你电话我接了啊 喂 妈 烦烦他洗澡呢 没事 我就是问问 上次给你寄的山货 你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 收到了 我都快吃完了 特别好吃 我还给我爸妈带了好多 他们都觉得特别好 谢谢你啊 妈 您跟爸身体都还好吧 好 都挺好的 你和布凡的工作忙吗 要注意身体啊 我们俩都挺忙的 但身体也挺好的 对了 妈 凡凡是有一个朋友 叫汤圆吗 你说圆圆啊 跟布凡一起长大的 她爸跟圆圆她爸是老战友 关系好得很 圆圆跟布凡就像亲兄妹一样的 你见过了没有 见过了 她长得挺漂亮的 还挺知性的 她一个女孩子家 跟男朋友跑到上海不容易 人生地不输的 你们可要多照顾点啊 都是一家人了 她既然是凡凡的妹妹 是我的妹妹 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 您放心吧 不对 你得叫她姐 她是八二年的 还跟布凡是一天生日呢 这么巧啊 那可不 以前她们生日都是一起过的 前不久还听凡凡说 她们今年的生日也要一起过呢 说要好好庆祝 她们在上海过的第一个生日 小璐啊 你们工作忙归忙 要孩子的事要抓紧了 我跟你爸现在身体还行 还能帮上忙 喂 小璐 喂 喂 妈 我听着呢 您放心吧 我们一定抓紧努力 那行 就这样吧 拜拜 好 吕不凡 那个号称你三表书家的妹妹 是哪天生的呀 我说你那个桃圆妹妹的生日 是几月几号 你说什么 我听不像 就是你的堂妹 她是几月几号生的呀 你说什么 谁 你 你刚说谁 你那个汤楼妹妹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我问这干嘛呀 当时我送上礼物呀 记不住我了忘了 我这洗澡呢 我这洗澡呢 我这这洗澡呢 我这洗澡呢 怎么啦 老婆 干吗呢 你明明跟涛娜是同一天生日 你凭什么时候不记得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能管我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 不是 你们今年要一起过生日 那不就是为了应付我妈妈 所以我 你们两个以前 经历的生日 都是一起过的对吧 老婆 咱不了解 是还是不是 是 上大学之前是 她都送过你什么礼物呀 十来年了 我记不清了 曾友一样记得的吧 那 笔 书啊 笔呢 使坏了扔了 书呢 书呢 是 12 这是分手前送的 每个都し 麻烦 但为君故 陈衣至今 好有生意的两句话 你都跟他分手那么久了 为什么还要留着这本书 我就觉得 它是一本书而已 没事 老婆 你要不高兴 我就把他扔了 你舍得吗 那有什么舍不得的 我现在就扔 你先撕了它 扔之前你先撕了它 撕 撕啊 我现在就撕了 不高兴我就撕了 我不光撕 我吃着它行吗 老婆 买的意思吗 吃货 吃货 我一小时了啊 老地方 要你管啊 黄律师 不好意思 久等了 路上堵车 没关系 没关系 吴小姐 请坐 黄大律师 平时一定挺忙的吧 感觉您也挺难约的 您现在是几级来着 二级 再过三年就一级了 所以说您现在一定是 公司了 吴小姐懂得还蛮多的吧 是公司 我也只是知道些皮毛而已 我在想啊 像您这样的青年才俊 如果到现在还是单身的话 那一定是因为太忙了 那倒不是 在没有当律师之前 一般女人 连正眼都不会瞧我一眼 哪怕她正眼瞧我一眼了 最后被甩的肯定也是我 所以当别人都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只好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了 等当了律师之后嘛 一切就变了 你懂的吗 女人都很现实 尤其是想要结婚的女人 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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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